欢迎回来 国庆廉价出游 却因为住宿问题 玩到一肚子气 来看有民众是廉价期间 到花岭游玩 临时起医药住宿 仓促的在网路上订了一间 一碗药价4880的民宿 只是一进门呢 发现了浴室门板等等 很多地方都发霉了 而且整个大厅的空气 就布满着霉味 窗铺也不是很干净 非常傻眼 忍到了半夜四点 决定直接退房离开 枕头上一片成年屋子 开关满是霉菌 公用马桶底部 积着刷不掉的黄购 最让人震惊的是洗澡区域 清台爬上墙 必哀清除可见 而且民宿这间房 将近5000元 您能接受吗 被投诉的民宿 就在花莲市区 只见外墙斑驳 地面堆着垃圾杂物 却无人应门 但这回国庆廉价 有民众住到一肚子气 临时期移住在花莲 透过订房网 发现这间平日最低600元 假日涨到4880元的房子 不料一家人刚进大厅 就闻到浓浓烟味 睡到全身痒 忍耐到半夜四点决定 连夜返家 以这样的品质来讲的话 我觉得蛮贵 因为下次来花莲 应该会很注意住宿 文章一出引发共鸣 不少曾入住的网友也说 冷气直接喷出零件 浴室墙壁都发黑 房间有三只吹风机 一只故障 一只融化 一只只有温的微风 纷纷留下一心负贫 目前尚未取得老板回应 而观光处表示 民宿没有违法抄收 至于环境的部分 这几天会派人查访 若与其未改善 最高将开罚一万元 记得陈建言欢迎报道 Virg黑 Ally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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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